三個爸爸 三個家 葛祖輝 梁文傑 黃成斌 三個小生 愛媒家 Hello 早安 歡迎收聽三個小生 愛媒家 早安 我是梁文傑 我是葛祖輝 我是Gary 我以為你說黃成斌 剛才你還沒試過黃成斌 我還想說黃成斌胖了 不是瘦了 你們是黃成斌胖了一點 其實你本身是瘦的 因為黃成斌仍然是放假 所以這一輯也找了另一位小生 我們回家 回家 我們經常都在賊錢 最重要是夠了 這個小生可以是男 也可以是女 做一下可能變成四個小生 也是這樣的機會 葛祖輝 今天好像也有和之前幾個星期有新的講考 是 我們真的要講一下我們在加拿大 之前就多說一些關於住的方面 地產方面 其實另外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就是理財 財政方面 沒錯 沒錯 理財很多朋友就會想起什麼呢 交稅 也會想起投資 所以我找了Gary來 除了講Edmonton 其是他的老本行之外 超強項 他最強項其實是理財的 我想可以由稅務講起 稅務的資料 資訊 因為我們如果要做投資 在香港和溫哥華 真的大不同 因為我自己本身在香港 大概做了十幾二十年相關的行業 喜歡投資 原因就是香港投資是免稅 大部分可以這樣說 你賺多少 你買隻股票 贏就贏 然後你收息的 你就照收息 理息好 從來都沒有稅的考慮 想回報 絕對是 當然高風險高回報 就這樣想這件事 你自己承受到就可以了 但是來到這裏 完全是兩個世界 不是想回報 我不想這次了 是想稅限 絕對是 你會想 因為不同的項目 不同的項目 譬如你賺錢 資產增值 和你每個月收的利息 無論是定期的利息 又或者是基金 又或者是債券的利息 又是另一個項目 收的稅項是不同的 那我就在想 究竟我的專注是要在哪一項目 究竟會是主公是收息 是收息 收息 稅項 還是資產增值 還是資產增值 還是其他東西 因為我記得我最初見到Gary的時候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大部份都是用收息 你記得Gary 但你怎麼認識的 那時候是農替是農曆年初一的時候 就是一年多前 在這邊認識的 那時候就跟Gary說一說我本身的情況 原來我是收息閒先 他一聽到就說 咦 因為我自己也知道有一點問題的 但我想找一個熟悉的人去解釋給我聽 究竟有什麼問題 因為如果是收息閒先 我主要是收基金和債券的利息 本來你在香港是很賺錢的 那你收6利息 你理論上如果你本身的Base各方面 加加上可以足夠 你可以省一省的花費 其實你可以夠退休 但是你不可以這樣想 因為基本上你收100元利息 不好意思你100元的利息 是當你打工的人工收入那樣 是百分之百的 概念完全不同 完全繼續了 Testable 當然了 你百分之百的Testable要看你是什麼税街 是吧 譬如你有打工 你又有其他的收入加起來的時候 如果沒有記載 差不多你加上聯邦稅加上省稅 就21萬左右 是了 你就要付49.8 49.8 49.8 你當50% 你當一半容易說 那你就是說 如果我去到那個税街 我另外繼續Investment Income 我再收了 那我多收100元 我再給我50元稅 概念就是這樣 那你想想如果基本上我全部都是用Income來進入的時候 都很耐心 絕對是 是的 你在加拿大其實每件事都要付稅 起碼最基本的考慮就是 就算很簡單 在銀行的收息 你都會計入Income 我們以前在香港做過定期 退休人士做過定期 哪有會考慮過要付稅這件事呢 簡單很多 在香港完全 想都沒有想過來到加拿大 原來只有這麼少利息都要付稅的 即是你銀行都會寄回一張保稅單給你要去保稅 所以來到這裏 尤其是新移民 這件事是之前不明白的 不習慣也有感覺 是的 所以會發現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稅要付 尤其是退休人士 你以為你做過定期的稅的入息是最高的 給你最高的利息 但是你要知道減稅後可能其實差很遠 是的 所以你要去計算數 有時候你看回報 挺好的那個回報 但原來你的after test 可能不少一半 還沒有計算數 很多時候退休人士就有一些退休福利 稍後可以說一下 可能你收到的 income 是會影響到你 entitled的退休福利 是的 有些朋友甚至 他們會租住一些government housing 你會連housing subsidy的津貼也會少 其實可以完全影響得很厲害 那一間可以再長談 現在我們回來就是 所以我記得那時見完Gary再去想的時候 其實我就決定了將部分 generate income 即是產生 income的投資 我將它賣掉 賣掉之後就買回一些主工系 我們叫做capital gain 資產增值的 因為我記得 為何我這麼想在其中一集節目去說一說這方面 就是我記得我很喜歡 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聽一些我們叫做投資講座的 不同銀行 這裡大大小小銀行都有的 或者一些理財中心也有的 我會去聽 原來我發覺 我記得我問有一個問題 那個speaker就在那裡說 我們買一些基金收息 收息就要給100%的 就是texable 我們叫做100%texable 那旁邊有幾位 我想都叫做成熟的人士 即是我們叫哥哥姐姐還是uncle auntie uncle auntie 他就問了 咦 那要給100%texable 那個speaker就是 然後我就問 如果我想不敢做的 不想100%texable 我可不可以買一些叫做accumination 或者是不派息的 最簡單 不派息的 在一個價格上反映出來的 的投資 的基金 那當我要用錢的 它升上去的 我就沽一些基金 就是這麼簡單 沽基金 那我要用 我不要說每個月這麼辛苦 那麼煩 那些行政上 那我就可不可以 一季 或者半年 一年一次 當作spersive income 這樣做 那那個speaker就可以 那我用這個方法 就可以減少給一半 那個speaker就說 是呀沒問題 我旁邊的uncle auntie呢 我開始拔頭了 開始聽不明白 開始聽不明白 他說那還是要給稅 怎樣給減少一半 因為他分不清 我那個 如果是 沒有派息的 旅行的基金 我這樣沽出去 其實是一個叫做 capital gain 資產增值 那麼根據加拿大 加拿大投資方面的說法 如果是capital gain的話 Garry你 correct me If I'm wrong 如果是capital gain的話 即是50% 是testable的 是的 他那個叫inclusion rate inclusion rate 即是你收到多少的入息 那多少計算下去那個income tax那裏呢 那個叫inclusion rate 那你capital gain就是資產增值 那個inclusion rate是50% 嗯 所以就算你收了譬如1萬元的 你賣了1萬元的 賺了1萬元的capital gain 即是在基金上進漲了1萬元 那實質上計算入息的就是5000元 即是用5000元去進入息 是的 假如你是最高的税街 我當50%啦 四個零八50% 那這個5000元 那有日本呢 大概是2500元稅了 是的 沒錯 但是如果你的收息 調分座是收1萬元的interest income呢 不好意思啦 如果你是最高的税街 差不多要5000元 是的 所以這個也相差很遠的 其實可能是同一隻基金 它的表現可能是差不多 但是問題是那個class不同 我們叫做那個不同的 它是不同class的 可能是派息或不派息 所以你最好就是問多一步 如果知道的朋友 問多一步你的banker 或者問多一步你的理財顧問 那它可以給你多一點的意見 是的 除此一些我們叫做capital gain 或者是income之外 其實有一件事我自己 都有慢慢把我的portfolio去轉變的 就是股票的股息 對 我過往也有很多是 買香港的股票 譬如最簡單的 舉個例子 匯豐那樣 買匯豐來收息 但是如果我還持有香港匯豐銀行 的派息來到這裏 你要問你的回憶時 但是很大機會基本上 你照你的income 這樣去比息 好像我剛才那樣說 百分之一百texable OK 但是如果我就沽了我不要匯豐了 我來到這裏買一些 這裏的幾大銀行也好 總之大的股票 OK 我們有一個term叫做eligible stock 是嗎 Gary eligible dividend eligible dividend 就是他派的利息就是eligible dividend 是的 沒錯 我記得是有個tax credit 有個tax credit會給你 但是那個dividend 它本身會growth up 譬如說當你是收了一萬元的dividend 它growth up之後 就會大概等於1.38倍 就是13,800的income 但是政府也會有個tax credit給你 那eventually其實你要交的稅都會少過你的所謂定期利息很多 當大家都要收一萬元 那始終都有一個好處在這裏 還有再說你將來賣的股票那時候 它亦都是屬於capital gain 那到時你付的稅一樣是會少一些 明白 是的 不如我們下一節就說說好嗎 就這樣說 好嗎 好 到最後見 好 到最後見 OK Garry去說說其中一部份 葛造婚我和你就應該未有這麼快去到那個位置 但我相信但對我們是很密切的 是的 即是接下來我們應該都會很重視的 就是一些我們叫做社會福利或是老人福利 是的 沒錯 要知道的了 要知道的了 知情也對的了 你要知道它有什麼類型的我們叫做老人福利 是 我們現在如何去保處 是的 沒錯 因為很多時候如果它夠的 喂 我可以在這裏我自己的投資 可能會收一收 不用去到那麼盡 不需要去到那麼多 喂 原來不夠的 那可能我要做多一點點事 所以其實都挺識識相關的 而且我聽很多朋友說就是 老人福利在加拿大應該是very good 其實又是不是呢 very good是很subjective的 很主觀性的 你怎麼看 其實如果compare 即是跟香港對比 加拿大的也確是挺好的 不過視乎你對生活要求是怎樣 有些朋友會覺得這裏其實不是很多 當然就看看你的要求 其實讓大家了解一下究竟加拿大有多少福利 那你們自己去斷定覺得是否多還是少 那這一方面我不給那麼多意見 那其實在加拿大來說 那其實在加拿大來說 就會說不是我沒有拿那麼多的 那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要看回 你在加拿大的年資有多久 即是年資的意思是住了多久 那其實... 否則是我們這些移民的 那你就看回你自己是多少歲移民 如果你說我25歲之前移民的 那其實你去到65歲的時候已經超過40年 那你就會拿盡了 那如果你中途你離開加拿大做個非稅務居民 那你就要減掉 我減掉它出來 是的 但是如果你是來加拿大超多過40年也好 你都只能夠拿到一個maximum 即是那610多元 OK 沒錯 那如果不夠的就按比例計 但是中間如果我10年8年沒有工作的 有沒有影響呢 即是我工作 你都是加拿大的居民 稅務居民的話 是 就不會影響的 OKOK 理解 不是吧 因為我聽回來有些人說你一定要工作 不是的 才會有的 不是 因為很多朋友他都混合了 就是在講之後那個叫CPP OK 正今可以講 是的 那個Canada Pension Plan 那繼續講回這個老人金 615元 那如果你踏入65歲的時候 只是來加拿大 比如說是30年這樣講的 那就是用回這個比例 40就是將這個數算回4分3 就是你會拿得到的數 清楚 沒錯 那這個老人金 那究竟是不是一定人人都拿到呢 理論上是的 但是因為政府會有一個叫clawback 即是說如果你每年的入息高於7萬9的話 那政府會有一個數會扣出來的 那個就稱之為clawback 那它按一個什麼比例呢 每1元的入息 額外的入息就會扣減15先 就是簡單說15個percent 就是如果是7萬9元以上開始計算 就當你有8萬9元的薪金 就是那個叫income 那會達到1萬 那政府就會在你這個OAS裡面 全年的總數扣1500元 OK 如是者換言之你那個入息越是超越多的話 那扣一下扣一下就會消失了 那即是直至多少 直至到大概12萬2000多元左右 就會完全扣掉那個老人金 即是說好像第一節這樣說 如果我有些不同的收入 是呀 是有影響的 絕對是 沒錯 OK 即是說如果我退休 但我的被動息收入是有13萬元 是啦 他看這個總收入 OK 那就已經不關閉了老人金 沒錯 那所以就說 這個老人 當然如果老實說那句 你有得十退休 有得十幾 挺好 這七百多元的對你來說 影響就不大了 是吧 OK 就是這樣 那這個OAGE SECURITY 它是taxable的 哦 即是給了你 都是呀 是呀 也要再計算 是呀 沒錯 它會計算 它也是要付稅的 是呀 所以就拿多或者少 這一方面其實我們不能操控 因為你65歲的時候 來了加拿大是多少 基本上是跟那個比例去計算 你計算 就是這樣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 CPP 那這個亦都是很多朋友 你剛才所說的 就是 你在加拿大沒有做過事 你可能沒有了 是的 因為我們其實 我們打工那時候 我們工作的 所有有打工的朋友 或者甚至 接僱的朋友 都要供那個CPP 是的 這個Canada Pension Plan 那大概是雇主5% 雇員5% 那當然它有一個maximum 那你一直儲下去 即是它不應該用儲錢 因為其實CPP 它是一個pool來的 什麼為之一個pool呢 就是我們現在工作著的朋友 那公司跟雇員一起供 供了那筆錢 就放了內政府的一個 即是一個總數的 一個詞 一個詞 應該這樣形容 沒錯 然後到退休的朋友 就會在那裏 根據政府的計算 就去提取他退休那時候 應得的CPP 是的 而現在考慮的問題 就是說 就退休的那些人士 越來越多 即我們以前稱之為 叫baby boomer那些 那他們是越來越多 開始進入退休的階段 但是呢 我們現在反而進入 這個labor force 我們要開始 而工作的朋友 就沒有上一代 沒有退休的那些人 那麼多 即是供款進去那個pool 裏面的人就越來越少 但是退休的人就越來越多 所以政府其實預計得到 未來十幾二十年之後 那個pool 可能那個速勢會 趙降得很厲害 其實已經drop了很多 所以會出現什麼問題呢 暫時來說 我們都不敢說那麼多 因為政府有他的一些打算 那當然不排除 以後會有機會提高 那個cpp公款 那又或者有可能 好像以前曾經 政府嘗試過 將那個退休年稅 法定年稅由65至67 但是這些都已經 這些可能是以後的事 我們就不知道 所以我們會不會有一個隱憂呢 其實都有的 就是說 就是說cpp我們今天有份公款的朋友 會不會到以後 退休的時候可能拿不到那麼多呢 那這些是政府以後的計劃 但是如果我們的朋友 他想著以後在加拿大退休 其實不妨自己都多作準備 因為其實這個cpp會不會 會不會以後有很多不同的改變呢 我們都未知道 OK OK 最初我就這樣聽 我還以為是好似 香港MPF的強積金 不同的 因為強積金的做法就是 你也是有百分比 我5% 僱主有5% 舉個例子 走出來 但是你是供回自己的群組裡面 在你自己的戶口 我自己的戶口 在自己的戶口的帳戶裡面 我們叫做高中低風險也好 什麼國家的基金也好 這個不是的 這個不是的 這個是供入一個大家共同 擁有的一個 我也不懂形容的 一個前 但是這個剛才你說的問題 是不是應該是現在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是社會 很多人都會有反應 其實政府已經有很多年了 這個問題我猜 早於我們以前20年前 我們讀書讀大學那時候 那些教授已經說過 當 baby boomer 開始退休那時候 那個pool就將會exhaust 就是數它照樣計出來 是啊 其實那個pool的reserve 它已經是drop 那個比例比以前是drop 很厲害的了 當然實質上的figure 我沒有準備 但是這一件事情 其實前朝政府都知道 對不對 所以曾經嘗試過 嘗試將退休的法定年稅 改到67 但是後來 後來就再更改 明白 當然你可能未知道 未有留意 我還未來 沒錯 我相信 但是這一些 就不是我們一般市民 可以改變到的事實 我們正在工作的朋友 就要去公 自己早作準備 沒錯 自顧的朋友 都要公兩份 但是問題就是 到退休的時候 足不足夠呢 我們真是未知之數 但怎樣說也好 自己多作準備 可以儲多些錢做退休 是最好的 是的 接下來還有一個什麼 是的 說多一點 這個CPP 它是taxable的 即是taxable 這個很重要的一環 它要打稅的同時 它亦當是income 而我們之前所說過 就是income 一方面就會100%打稅 是的 而這些我們所有的 稱之為income 其實亦都會影響到 剛剛我將會說的 有一件事叫做GIS Guaranty Income Supplement 即是最低收入保證的 明白 是的 不如我們下節就說一說好嗎 就這樣說 好嗎 今晚再見 再見 再見 三個爸爸三個家 郭祖輝 梁文傑 黃成斌 三個小生 愛媒家 Guaranty Income Supplement 這是一個輔助 以單身的人士來說 最多可以拿到900多元 一個月 是的 一個月 而有配偶的人士的話 每人最多可以拿到550元 但是 這是一個最最多的數字 政府會視乎 你上年的入息是多少 它會再降 而那個比例是怎樣 大概每一元 每一元的入息 上年的入息 就會再降到5毫子 上一年的入息 入息是包括所有 是的 沒錯 所有類型的入息 但是當然 我們在說 例如你capital gain 一半是打稅的 是的 那個為之叫做入息 是的 而有很多類型的入息 都會影響到 例如什麼呢 例如你在銀行做的定期 即是interest income 或者如果你有收租的話 是嗎 是的 那個rental income 又會影響 甚至我們剛才說過的CPP 都會影響的 那即是換言之 如果我們在加拿大 都做了很多年 那我的CPP 都會有這麼多 那那個CPP 絕對就會影響到 這個叫做 Guarantee Income Supplement 那即是減下減下 其實都 可能 可能未必是很多 所以 實質上 每個朋友 他拿到的GIS 是多少 即是叫做最低收入保證 都會需要視乎你自己的收入不同的類型 還有那個總數是多少去斷定的 那所以在retirement planning 我們那個所謂叫做退休策劃來說 你每一種類型的income 它會影響是不同的 那但有一件事比較好的就是 政府都比較慷慨的就是 那個老人金 那個OH security 最多可以有615元的那個數字 它雖然是taxable 但是它 當計算下去 那個叫做最低收入保證的時候 政府是 不當它是income這樣計算的 OK 沒錯 所以要照計算是income 對 但是它就不影響到GIS的計算 OK 所以 都算叫幾genorous的 這一方面 但是 當然 每個人可以 拿到多少個低收入保證呢 就要找一下你的advisor 或者是你的accountant 去幫你做一個計算 你就會清楚 還有長遠來說 究竟是怎樣plan法呢 這些你都要仔細去考慮 所以這個guarantee income supplement 可以這麼說 不是每個人都一定能夠拿得到的 除了這三個 OAS 一個是CPP 一個是GIS 有沒有一些比較細微的 因為現在政府通常 如果是主要這三個的話 它是不是 因為我記得 因為我沒有做的 我們之前有一個叫做RRSP 我們一些退休的計劃 亦都是叫政府去幫大家 準備 退休的安排 可以這麼說 對 沒錯 那 RSP 其實它拿出來的錢 其實是否應該都會影響到OAS 沒錯 照樣的這樣說 沒錯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common的問題 通常那些朋友都會問一下 喂 我以前買了一些RRSP 因為你工作的時候 我們買RRSP 其實都是一個挺好的benefit 即是你買了一萬元的RRSP 那一年的收入就不需要 那一萬元的收入就不需要打稅 但當然 真無兩頭理 當你需要提取 不論你退休與否 當你要提取RRSP出來的時候 就會100%當成那年的income 即是換言之 如果我是踏入65歲之後 若果我本身 是應該能夠拿得到 那個最低收入保證的話 如果你同時地 是有提取RRSP 那你往後一年 那個低收入就會受到影響 即是低收入保證就會受到影響 而這個RRSP 當然你提取出來的時候 那一方面你那年就會多了income 要付稅 但同時地第二年 亦都會影響到最低收入保證 即那個treatment 有一點不同 OH security 因為OH security 都要計稅 但就不會計到GIS的income 沒錯 但RRSP 也是政府的 即是叫做kind of 但就有影響 沒錯 又要付稅 但同時地 亦都會影響GIS的低收入保證 對 因為我自己沒有參與 或是未參與 有時身來 我還在摸索 RSP 很多朋友 其實我相信 把工的 我們叫做 把工仔 應該都有參與其中 沒錯 其實這件事 但我也聽過 有些朋友說 嗯 我就沒有玩 因為不太值得 其實好像有些少少不同的看法 是怎樣看呢 其實 因為其實 你要看回你的稅網 ok 而且你要看很多方面 以及你的退休福利 因為 RRSP 大家都知道 買的時候可以省稅 所謂省稅 因為你買的人碼是多少 那個人碼就不需要打 income tax 那一年 ok 總之譬如說 我買到可以有1萬元的牙 去買RRSP 理論上我那一年 就應該是少了1萬元的入息去打稅 ok 是啊 當然 政府其實說得很清楚 你買的時候 你不需要打稅 到你拿出來的時候 才會打稅 所以 你一定要善用回這個福利 所謂善用的就是 你買的時候你省了稅 你要知道 在適當的時候 拿出來 你可以 給少些稅 那你就真的善用到了 嗯 而很多時候 那些朋友就說 他聽人說不需要買 但是他的朋友又經常買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那當然這些一定要問清楚 你那個財務顧問 又或者是你那個accountant 因為每個人的情況不同 但又比如說有些朋友 他到他退休的時候 其實是 他可能譬如說打政府工 或者公司有一些叫做長縫 pension那些 到他退休的時候 其實每個月的收入都不錯 可能都有 兩三四千元 即那些pension給他 到他退休的時候 那些所謂低收入的福利 他都拿不到 是的 所以 到時候 就算他在退休的時候 拿回一些RRSP出來 都不會有些什麼 低收入 拿得到 因為稅階仍然都是 在一個叫做比較高的 不是 那個問題是 因為他的pension 是100% taxable 所以是入息 所以那些低收入的 他是拿不到的 所以 他在這個情況 在他退休之前 他買RRSP是絕對好處的 原因是什麼 他起碼工作的時候 收入偏高 他可以當時不用付稅 到他退休的時候 就算他有pension也好 他其實都不會說 太高稅網的 你的pension 不會高過你以前 打工的時候的收入 OK 那你拿出來的時候 雖然是要付稅 但你還是付的稅網是為低 明白 同時地 你又不會影響到退休福利 就算你以前打工的收入 不是太高 其實都仍然值得去買 但是問題 如果有些朋友 他根本上沒有退休福利 不會有pension 其實很多時候 打工那些都沒有退休福利 是不是 那你當時 你打工時 如果你買了RRSP 到你退休的時候 你拿出來 因為他是算入息的 那可能就會 令到他原本應該 可以拿得到 那個低收入 那個福利 都會變成 拿不到 取消了 因為他會視乎 你那個RRSP 或者你當時的 Total income 是多少 而去罩降 那你在這種情形 而言 就變成 拿不到那個稅 即那個tax advantage 那你還好像有一點 感覺就是 好像搬了一塊石頭 扔自己的腳 所以每個人的情形 是不同的 那你一定要找你會計師 或者你那個財務顧問 去assess你自己的情形 才去define到究竟 你應不應該去買 雖然一般情形 買都是對的 但是你要知道 看看你退休的時候 你可以拿到的福利是多少 那他就會幫你斷定得到 OK 可不可以告訴很多聽眾 我想很多聽眾都知道 就是你通常去理定 你的RRSP的額 是基於 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基於你上一年度 是的 那個收入 18%的收入 當然每年有一個maximum 是 2萬多元 你可以上網去查看 那他每年有少少adjustment 是 而如果你沒有買到 譬如說你覺得 今年可能沒有錢買了 你又不買著 那那個額一路 可以carry forward 一路carry forward 那當然 其實有些朋友 他可能入息都OK 但是他一直不買 是 都有些這樣的situation 那為什麼呢 當然 你又可以善用你那個 RRSP contribution room 因為 又會視乎每個朋友 他的資產分佈 可能有些朋友 他買了很多投資物業 那他 雖然就算他入息高 他以前不買 他忍手不買 為什麼呢 因為就算你入息高 可能 一般打工仔 入息高 可能十多萬 都絕對應該買RRSP 但是如果 比如說 那位朋友 他想著 這兩年他可能賣物業 剛剛賣了一個house 賺錢的 可能那年賺了50萬 50萬 變成有25萬 是計算了 income 如果我之前 我儲了很多RSP room 有20萬 可能有 沒錯 那我一次過賣完 然後我才到 將來慢慢 慢慢 任何時間 自己覺得適合 當時拿出來 你給的稅網就為低 所以其實 RSP room 這件事 就算我們有 我們不一定要用 但是 究竟值不值得去買 也會看回 其實你的背後 你未來的計劃是怎樣 例如 如果你將來想著 好像剛才的例子 你可能會有一個 買了物業 會有一個很高的收入 那一年 如果你之前沒有買 沒有用過 那些RSP room 那時候一次過 用完 基本上是為你 省了最多的稅 這件事 我真的未想過 是的 即是完全 即是說 工具就在這裏 對 即是把劍 就在這裏 你把劍的時候 我怎樣出把劍呢 我沒有理由 即是見到什麼 那個敵人 即是 無理工那麼遠 拿把劍出來 飛過是沒什麼用的 那個距離 差不多 我拿把劍出來 一砍下去 就用得其所 真的 所以就算不一定是高收入的朋友 就一定要連連買的 有時候 你 你 你子彈只有一個 那你就要選一個 對 真的 最適合 最適合的 target 開槍 好像打機 打大佬 咦 我相信 Gary應該 還有其他的 秘密 或者秘訣絕招 是要跟我們說的 好嗎 那我留待下一節 再慢慢跟Gary再談 好的 好 待會見 好 待會見 三個爸爸三個家 三個爸爸三個家 葛祖輝 梁文傑 黃成斌 三個小生愛回家 歡迎回來三個小生愛回家 你好 Gary 我們又繼續我們的 好 我越聽越高興的 雖然我未買 沒錯 的 RSP 要的 因為我剛才記得 除了是收入入息 我想補一句 就是其實租金的收入 都可以節省RSP的壓度 沒錯 我之前不是太知道的 但因為我有收租 因為我沒有正式的收入 我看回我的計師 給我看 我也有 不過真的很少 算了吧 我不用了 那個房間 好像你說的 我KRUV多 當然 幾年 或者十年八載 一次過 一次過買 一次過用 即是說 剛才Gary說 樓可以group 一大大 amount 其實應該是apply 譬如我 幸好當年 我賺中一隻股票 我賺大錢的股票 其實都是同一個 同一個道理 尊知那一年 你那個 income 是高的 那一年去apply 下去 那個 才買用RSP room 你省到的稅 是最多的 即是當 我最高稅界 就是 出這把寶劍的時候 有了 當然 你看一下每個朋友 是 有些朋友 可能沒有收租物業 他入息又高 其實最直接 就是買RRSP Otherwise 其實RRSP 你會善用的 如果你有其他投資物業 這樣就最有效的 OK 問題就是 是的 我剛才就說 固定他等機會才用 我可不可以 保持住他 我不拿出來 忍住手 忍住手 相信很多朋友 都覺得 我有其他錢 可不可以拿出來 就表現得不錯 繼續 保持住 又行不行 這是一個很普通的問題 有很多不同的答案 原因是甚麼 因為每個人的情形不同 尤其很多朋友 有他退休的時候 他又夠花 可能有其他收入 又或者公司有Pension的收入 他覺得 拿出來做甚麼 拿出來又要付稅 OK 我們首先要清楚 其實 退休前和退休之後 那個態度其實有少少不同 退休之前 我們當然 希望盡量付少些稅 所以每年買RRSP 沒錯 這件事都要正確 但是當你退休之後 你一直不拿 其實有一個問題 因為 我估計多數朋友 都應該會知道 但是其實我也找到 在工作裏面 找到很多朋友 不知道的 一件很重要的事 是甚麼 RRSP 我們知道 我們買的時候 會寫受益人 Beneficiary 老公的 會寫老婆 老婆 都會寫老公 假設大家都很恩愛 哈哈哈哈 你很愛 甚麼意思 這件事 是正常的 我假設 如果一方不存在 那麼RRSP 就會交給對方 我們叫Roll Over 去對方 那裏 Roll Over 給對方 的時候 這個 Spousal Roll Over 我們就不會有任何的 需要給住的 OK 你多準 是的 住的 因為其實 他是交給對方的 RRSP 帳戶 假設 譬如說 那個先生離開了 他所有的 RRSP 平衡 就會交給他 老婆 他老婆的 那個 RRSP 帳戶 而當老婆 他需要拿錢出來的時候 才會當他那年的入息 那這個情形底下 其實這個先生的離去 那個RRSP 就不會引發甚麼稅行 OK 但是我們都知道 真的很明白 人總會離去的 就算 那個太太 最後都是離開 即我們叫Survivor 那時候 他都離開那時候 就算 這個太太 他有寫他子女 去作為那個叫受益人 那一年 雖然 那些RRSP 最終都會去到子女的手上 但是 那個太太 又或者叫Survivor 他剩下那個 RRSP balance 就會100% 計算是他那一年的收入 即是計算了 是的 沒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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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50萬 那年 沒錯 所以 當你明白這個道理那時候 其實很簡單 我們一定要做一件事的是甚麼 在我們有生之年 其實應該將所有的RRSP 提取 不應該將它靜過世 沒有想過 這件事有 因為這個想法通常 我們 通常都要留一些資產給小朋友 這樣 但就反而在RRSP 這個本身的Nature上 這個想法就不對 如果用RRSP來剩下 是的 所以 如果當我們明白這個道理那時候 其實 我們 當我們退休開始 其實已經應該開始提取RRSP 應該在我們有生之年 就開始提取的 如果我們假定我65歲才退休 我當一般人是90歲命 這樣說 其實 我們應該用那25年的時間 全部取消 但當然 我們沒有必要一定攤出25年 或者30年 其實很多時候 以我個人的意見 都會建議那些客人 你在85歲之前 完全取消 所以 如果有些朋友說 不是 我65歲退休 我剛剛開始有退休福利 甚至低收入 這樣 如果我拿了RRSP出來 就沒有了低收入 那其實 當然 你要找你的會計師 或者你的財務顧問 財務策劃師 他會幫你去計算一下 那你去衡量一下 究竟你的情形會是怎樣 因為 假設你 到你 離世的時候 你還剩下很多RRSP 你到時會交49.8%的稅 即是50%的稅 這樣的話 你可能給的稅 一定會多過 你有生之中 你拿得到低收入 再說 其實我所接觸的客人 可以拿得到 拿得盡的那個低收入 其實不是那麼多 OK 即是不要因少失大 是的 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可以在工作的話 我們會有CPP CPP是計算 income的 是吧 這個會直接 reduce了你的低收入保證 換言之 如果我們有CPP 其實我們不會拿得很多 當然有某一些方式 是有些財務顧問 可以幫你 令到你提升低收入保證 這個另作別論 但是 一般情形來說 如果我們知道 我們的低收入保證 數字不是太多 那你就應該要去考慮一下 究竟你的Plan是怎樣 當然 我們要知道 人的命是這麼長 就這麼長 如果你越遲拿的話 你可以 將它攤牆來拿的年期 就會越來越短 那你變成 你可能要拿的人買 就越來越高 才可以在你有生之年 全部拿 而 究竟應該拿多少呢 當然也會視乎 你所做的 你的RSP 所做的 你的投資是做些什麼 嗯 所以每個人的情形會有不同 而究竟哪一件事 對它來說 最能夠發揮得到 它的稅務優惠呢 那你就一定要看回 它那個 即它背後 譬如資產配置 它入息的配置是怎樣 嗯 而 就算 其實 大家來得久的都知道 就算你的RSP 你怎樣忍受不拿 你都知道 幸好它一定要有一個稅數 就要 逼你去拿 沒錯 那個就為之叫做 RRIF 我們叫做RIF Register Retirement Income Fund 即是說把你的RSP 轉成一個提取的模式 而這個RRIF 雖然我們一般人認知 就說 七天一歲就要轉的了 我聽過 其實呢 就可以早到55歲 都已經可以轉進去 噢 那當然你要拿你的RSP 出來那時候 才可以轉進去RRIF 但是究竟RRIF是甚麼呢 其實政府會有一個schedule 即是有一個表 列明了在甚麼年稅 那一年最低限度要拿多少出來 我們稱之為一個叫minimum 嗯 只不過呢 就算你一直不拿你的RSP 你去到七十一歲那一年 就是政府要求你最後那一年 一定要把它轉進去 嗯 把RSP轉進去 如果你不轉那怎麼辦 你不會不轉的 因為你不轉的話 你那個財務機構 即你的financial institution 都會因應政府的法律 你可以這樣說 硬硬幫你轉成一個叫做RRIF 然後就會有一個minimum 它會幫你安排去提取 去入給你的 OK 那minimum的意思就是 其實政府也希望你減低 你那個RSP的平衡 因為為甚麼呢 政府都不希望你去到八年歸老那一天 你都還有很大量的RSP 然後一下子 一下子打最高的稅網 到時就可能 政府原本希望你能夠幫得到你省稅 那個目標就變得適得其反 明白明白 就是這樣 所以政府其實都主張 你們開始取得RSP的朋友 都可以轉入RRIF 只不過一般人以為是71歲才可以轉 開始 其實不是的 其實不是 最早去到55歲 反而71歲那一刻 就是必定你一定要轉 沒錯 OK 其實如果你65歲開始取得RRSP 都可以轉入RRIF OK 那有少少的tax advantage 是甚麼呢 因為政府會給你一個 叫做pension credit 2000元的pension credit 是怎樣取呢 其實pension credit 當然你問回你的回計師 其實他好像 你當他好像一個免稅額 那樣 如果你多拿個2000元的RRIF出來 RRIF 你就可以用得到那2000元的pension credit 明白 你當他好像拿了2000元出來 不用付稅 只不過他以一個pension credit的形式 去給你 OK 也不是壞事 是啊 所以其實也有一個 advantage 在那裏 不說的話很多 但是其實如果你是不是都會 開始取得RRSP的話 你將他轉入RRIF 都不是太差 非常感謝Gary的寶貴意見 因為我們希望聽眾 如果聽到相關的概念 也可以聯絡回 可能你的會計師 你們的專業人士 去研究一下 我還是覺得沒有壞的 錢是自己 我還是說一句的就是 你不理財 財不理你 是的 沒錯 那今天的時間應該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OK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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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B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